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之前收到一些觀眾的詢問 我純爬合言中的哪些付費道具是值得買的 因應觀眾的需求 所以本次要來談的是付費道具分析 來談談若要課金的話 買哪些課金道具會比較划算 但以下僅為我自己的看法 若有更好的建議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課金道具大概分成幾個種類 抽卡用的票,體力,養成道具,後院家具與時裝 接下來就針對這幾點進行分析 首先是抽卡用的票部分 價錢比直接買巨票一抽70元便宜的有 巨票優惠禮合一,十寶石五張票 平均一張票兩寶石,一抽大概10元上下 巨票特會禮合,六寶石一張票 平均一張票六寶石,一抽大概30元上下 巨票補給寶箱,158寶石20張票 平均一張票八寶石,一抽大概40元上下 巨票補給禮合,45寶石五張票 平均一張票九寶石,一抽大概45元上下 這邊有兩個可以買 連動商店類的精緻禮合 580鑽五抽,一抽大概58元上下 若要課金的玩家 建議從以上介紹最便宜的開始買 這樣會比直接買抽卡最便宜,可以省一點錢 抽卡券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理財計劃 128寶石86抽,平均一張票1.5寶石 一抽大概17元上下 雖然是很便宜 但因為這邊需要帳號到80幾才能領完 建議可以先不要買 等到帳號等級高了,再買一次領完就好 避免買了之後沒多久就沒完了,那就浪費了 最後做一個提醒 抽卡券不要存太多在身上 買夠用了就好 這是蔡文基的詞顯示 某些詞是需要特別的抽卡券的 所以存太多一般票也抽不了那些卡詞 一般票存在多也不能抽 抽卡票有需要再買即可 再來是體力 體力的部分建議若是小客 但遊玩時間比較長的朋友建議買 因為遊戲出席體力花很兇 可以建議短期買一下 飯券補給7天與飯券補充禮包 等到體力荒度過之後就可以停止不買 但時間不多就不建議了 因為這個體力不能存起來 一出之後不會自然回體反而虧 真的是體力不夠用的朋友才建議買 再來是養成道具 養成道具指的是 回憶、突破道具、技能升級道具這類的 因為這些道具都可以在遊戲內的關卡打得到 只要有體就能搞定 除非是大客追求戰力 不然無客跟小客 建議是遇到卡等的時候 同時又卡關的無法往上突破時才考慮買 建議還是隨著遊戲進度慢慢升上去比較好 也比較省錢 養成部分 前機反而比較缺的是經驗道具 一開始養四隻主力就不夠吃 要升其他的就有點困難 遊戲中要拿到經驗道具的地方比較少 實在關卡只能每天少到兩次 而且關卡不好打 後院收要時間 我在晚的時候就遇到等級能往上突破 但突破之後沒經驗道具升級的問題 很可惜的沒有專門賣經驗道具的禮包 只能對放商店這邊買 或者是部分禮包裡面有 但這兩個都不便宜 比較務實的方法是從活動裡面換 或者是多打一點關卡拼 掉漏物碰碰運氣的 最後談談後院家具跟時裝 遊戲中的家具跟時裝是不影響戰力的 這邊就是個人喜好的問題 我就不做任何建議了 因為這個算四號品 喜歡買的就會買 不喜歡的就不會買 就沒什麼好建議的了 最後談月卡跟商會合約 月卡有三個功能 前兩項我覺得用數不是很大 最有價值是挑戰購買次數加二 可以刷更多材料 但這個會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雖然次數加二 但打關卡還是得花體 如果每天體力不夠用的朋友 月卡我也不建議先買 買了也沒體力打 只是搞笑而已 若想要買 要等巨型關卡都過得差不多了 體力可以專注用在刷材料的時候再買也不遲 最後談商會合約 這個就是一般的通行證 雖然購買最佳合約之後給的獎勵不錯 但有一個問題 商會合約需要打大量的任務才能升級 時間不多獲得像我一樣體不夠的人 不是那麼好升級上去 這個若要買 我的建議是等到快結束之前 若商會合約等級升到比較高 或者是升滿了 再進行購買 一口氣拿完全部獎勵 如果等級升的不多 那就別浪費錢買了 升沒幾級換到獎勵不多 買就沒意思了 純霸和弦的傷神復位道具分析就就到這 再次提醒大家要記得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不要按下訂閱旁鈴鐺開始通知 之後新的遊戲介紹影片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了 歡迎大家來我的遊戲實況聊聊 每天晚上在YTUBE開播 等你來哦 下個影片見哦 掰掰